在我身后就是东京地标建筑 东京晴空塔 在奥运期间 高634米在塔身上 每天晚上都会散发出红色的融合光芒 点亮东京夜空的同时 也是为选手们献上祝福与支持 晴空塔塔身亮起青黑红黄绿的奥运五环颜色灯光 在350米高的展望台外侧 环绕滚动的白色光带 让闪烁的五轮标志格外行目 奥运期间 在晚7点到一日早6点举行的特别点灯活动 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前来留下这一珍贵画面 晴空塔地处于田川附近 横跨于田川的旧桥 青州桥等大桥 也在夜晚点亮五彩灯光 无论是远望还是近距离欣赏 都美轮美奂 气势十足 与晴空塔同框的画面更堪称绝境 同为东京标志的东京铁塔 也以独特的五色点灯声援奥运 本次东京奥运会因疫情关系 日本政府呼吁民众在家观赛 而遍布全程的特别点灯活动 让无法去现场观赛的民众 也能感受到夜晚宁静的奥运氛围 位于东京湾竞赛区域的有名竞技场 独特弧线设计的屋顶五色霓虹灯变换颜色 与河岸高楼临次致比的灯火 形成鲜明对比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灯光缭绕屋顶四周 这里赛后也会作为拥有世界最高水准的游泳中心 投入使用 赛场云集的东京湾地区 霓虹桥 五环 自由女神像等标志建筑 从傍晚开始到日出一直灯火通明 并开放24小时网络直播 将东京之美展现在世界面前 新唐人日本记者站东京采访报道